最滿足的是小朋友的笑容 每次都很開心 他們的笑容真的有很大的滿足 但當你畫完的時候 走來抱著你 那時候真的會很開心 基本上每一個很浮誇的樣子 我都會很記得 爸爸媽媽他們會很感謝你 扮到他的小朋友這麼漂亮 全職照顧他 所以我的工作是想帶他去哪裡畫 最初是想找些地方跟他玩 想試一下 看到有面影印象 我覺得挺有趣 因為女兒很喜歡畫畫 不如找有沒有親子跟他試試 剛學完的時候 畫得一點都不漂亮 因為我們平時在平面畫紙上畫 但我們現在做採描的時候 是在一個有輪廓 有凹凸的面上畫畫 其實那隻手又要好定 而且小朋友又會動 最難忘的公仔就是獨角馬 我想我應該畫了一百多隻 因為前前後加上練習 而且非常受小朋友歡迎 女生超級喜歡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練習的時候 有時要借他的樣子給我練習的時候 他就開始有點煩 我要構圖 我想做一些新的圖案的時候 不如你幫我想一下 我試試畫完 我把你的圖案變成一個可以拿來出工作用的圖案 風格也很重 例如有時要去一些地方 要上樓梯的時候 就真的要穿著行李箱上樓梯 是不是每次出工作都可以回到本 我的工具的成本 那些可能真的需要時間 因為始終不是每次放在市集的生意都是這麼好 既然這麼辛苦 又是甚麼令Karen這麼堅持呢 和我合作過一起攪拆試集的FacePainter 我們大部分都是媽媽 像全聖媽媽一樣 好像經常所有的重點都在小朋友身上 覺得都真的需要找回自己的興趣 不要想說他是不是一種職業 其實你找到一件事 是令自己很開心的時候 都不要錯過這些機會去做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小朋友已經是一個新教 小朋友已經看著你做現在你做的事 他們其實都在學著 有一件事是我自己會提醒自己 因為譬如我接觸了很多不同的小朋友 有時自己對著自己的女兒 日日對著你會忘記了那個耐性 其實我對外面的人都很耐性 對著自己的小朋友 我更加要保持著這種耐性去對著她 女兒那麼喜歡畫畫 有沒有想過將來讓她進入這一行 興趣先走快樂先走 或者其實如果那個職業除了自己開心 又可以令其他人都開心 那真是很完美的一件事 其實可能我接觸到臉畫畫畫 都是因為我想女兒去玩多點 看多點東西 試多點東西 我不是著重在她要讀書服的方面 要有什麼成就 我覺得真的要開心 竟然就是因為這樣而遇上了自己的興趣 就算做什麼都好 你一定要開心 你不開心 其實所有事情都不能耐久 你知道嗎? 你說像畫畫 5 我也不是不是 我可以看到她在那邊 我就會拍照 那些都不想我